子萱,对不起 对不起 她觉得可笑 你以为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 就能弥补一切吗 我要的不是你的对不起 是你的爱 是你永远陪在我和彤彤身边 叶寒萱沉吟片刻,回答 我做不到 我曾经告诉过你 我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 我没有办法把你当成妻子 为什么不可以 叶子萱哭了,雨带哀求 你曾经那么爱我 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再爱我一次 你努力一些好不好 我相信,我相信只要你愿意 你还是能爱上我 爱上一个人是不需要努力的 不爱就是不爱 但一旦爱上了,就如同中毒一般 怎么都戒不掉 为此,她也感到很痛苦 为什么她爱得刻骨铭心的女人 竟然是自己仇人的女儿 偏偏,她却无法终结对她的感情 反而越陷越深 若是不爱 该有多好 一切都会简单很多 她也无需这么痛苦 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和彤彤吗 你曾经答应过 会照顾我一辈子 你都忘记了吗 没有啊 我愿意照顾你和彤彤 但,不是以丈夫和父亲的身份 即便残忍,还是将一切说清楚 对她的伤害,日后才能降到最低 纵然此刻残忍地让她难以接受 你以为 在你这么绝情伤害我后 我会眼睁睁看着你们幸福 你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们 她哭着冲了出去 叶寒暄追了几步 最终停下 握拳,眼神矛盾 分明知道 这段感情会伤害太多人 她却一意孤行 未免残忍 只是,她身不由己 叶寒暄低下头 缓了半声 才滴滴吐出一句 就当 我不愿彼此拖累 我走了 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 我不许你走 叶子萱扑上去抱住她 子萱 爹地妈咪 你们在做什么 站在门口 茫然地望着他们 叶子萱 如同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盲向小幼童求助 幼童 你爹地 要跟别的女人跑了 快帮妈咪拦住 爹地 子萱 叶寒暄呵斥 你 你在童童面前胡说什么 我没有胡说 你就是要去找杨孟琦 那你也不能在童童面前 怎么 你敢做 我还不敢说吗 我就是要让幼童知道 他最尊敬的爹地 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爹地 妈咪 你们不要吵了好不好 幼童害怕 偷龙怪 别怕 爹地在这儿呢 叶寒暄 再如何逼自己狠心 也无法对小幼童狠狠心 这是他最爱的女儿啊 他蹲下身 小幼童 忙搂住他的脖子 爹地 别走好不好 求求你别走 叶寒暄的心 好好好 爹地不走 今晚上爹地陪童童 一起睡觉 好不好 嗯 妈咪 你也陪童童 好 妈咪陪童童 叶子萱 望着叶寒暄的背影 知道这个男人的心 已经不在自己身上了 再怎么努力 也夺不回他的心 但他绝不能失去他 不惜一切代价 要留住他 哪怕利用童童 也不能放他走 荷兰 路特丹郊外的小镇 一栋红色房顶的 沙面式小楼 校车在路口停下 姚俊恩下了车 很有礼貌地挥手道别 蹦蹦跳跳地 回到了家 隔着一段距离就喊 妈妈 我回来了 宝贝回来了 乖 先去洗手 姚俊恩洗了手回来 凑到姚孟琪身边 这座小镇很宁静 几乎用不到律师 所以他只能找一些家庭教师之类的工作 辛苦妈妈了 小恩去给妈妈倒杯水 小恩乖 姚孟琪找了好几份自己符合条件的工作 正在筛选 门铃响了 忙去开了门 外面站着一个休闲衣装的荷兰男人 满头柔软的金发 双眼如湛蓝的海水 亨利 你怎么来了 姚孟琪熟练地用英语和他交谈 我刚做了派 送过来给你和小恩尝尝 谢谢 这个热心的荷兰大男孩 从他搬来的第一天 就对他们母子照顾有加 他实在是很感激 不客气 不过味道我不敢保证啊 他狡黠地眨右眼 足以迷倒全阵的姑娘 姚孟琪煞有其事地说 我会给出诚实评价的 两个人相识而笑 送走亨利 姚孟琪打开保鲜盒 一股浓虚的草莓香气飘散开 他深吸了口气 肚子里蝉虫大作 好香啊 姚俊恩也凑了过来 拿起就咬了一口 嗯 好好吃啊 姚孟琪也觉得很美味 咀嚼间满口清香 嗯 是亨利叔叔刚刚送过来的 亨利叔叔好关心妈妈哦 是喜欢妈妈吗 人小鬼大 亨利叔叔和妈妈 只是好朋友而已 妈妈一开始 也是这么说孤爵叔叔的呀 提起那个名字 姚孟琪眼前 闪过他受伤的脸 那种犹如整个世界 都轻塌的痛苦 令他忍不住一阵难受 姚俊恩自知说错话 忙道歉 对不起妈妈 小恩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 姚孟琪摇了摇头 已经一个星期了 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是否仍然在恨她 她就像扎在她心口的一根针 一直在那里 每每响起 没过两分钟 门铃再次响起 姚孟琪笑着开门 一束漂亮的郁金香 映入眼帘 亨利 这次又是送什么好吃的 郁金香缓缓移开 露出一张阳刚 却笑得无比雅皮邪气的脸 她的笑容瞬间实化 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 就像突然跌入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噩梦里 怎么 不是你期待的那个鬼佬 很失望吗 这一个星期来 她每天神经都崩得紧紧的 生怕她会突然出现 结果 还是到了这一天 才一周时间 就勾搭上新男人了 姚孟琪 你很厉害嘛 刚和顾绝取消婚约 转头又和另外一个男人纠缠不休 说给你的教训不够深刻吗 你是我的女人 你最好清楚地记着这一点 任何男人妄想染指 下场都会很惨的 我不想听你说话 滚出去 滚 妈妈 怎么这么吵 是亨利叔叔吗 不是那个鬼佬 是爸爸 爸爸 姚俊恩欢天喜地地跑了过去 妈妈 为什么不让爸爸进来 我就说你妈妈不听话嘛 爸爸 你怎么提着行李箱啊 是要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吗 嗯 爸爸想好好地陪陪小恩 还有妈妈 他挑衅地 扫了眼姚孟琪 姨父 你能拿我怎么样的欠扁表情 气得姚孟琪乍毛 像被激怒的母鸡一样 挡在姚俊恩面前 朝叶寒旋咆哮 这是我家 谁允许你住下了 给我滚出去 这也不欢迎你 姚俊恩 有点为叶寒旋不平 妈妈 别对爸爸这么凶嘛 爸爸是特意来看我们的 他才没那么好心 叶寒旋 但我求你 你放过我吧 别再烦我们母子了 行吗 似乎只有你一个人不欢迎我 小恩可是很喜欢我的 将官 先进去 爸爸和妈妈有话要说 爸爸会走吗 不会了 爸爸答应你 嗯 小恩依依不舍 怕再出来就见不到叶寒旋了 可他又不能不听话 慢慢地走回房间 姚孟琪 拎起叶寒旋的行李 就往外拖 你给我滚出去 滚出我家 叶寒旋 单手轻松地按住行李箱 泰然自若 你如果不想让我留下 我可以走 只要你能够承受住后果 转头恨恨地问 你想怎么样 又怎么样 就是我手里有卷路箱带 不知道该怎么处置 是独享呢 还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你这么做 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如果我有所畏惧的话 也就没有今天的环球和叶寒旋了 我做事向来不及后果 我能残忍到什么程度 你应该非常清楚 我劝你最好别尝试触碰我的底线 否则 我发气狠来 遭殃的可是你哦 你敢不敢像个男人 别再用视频威胁我 这跟我是不是男人没关系 他俯身 凑近他耳边 不怀好意地笑着 至于我有多男人 在床上不是亲身体验过了吗 姚孟琪气红了脸 你不要脸 禽兽混蛋不要脸 翻来覆去就这几个词吗 你不腻我都腻了 还是想些新词吧 小恩快出来 小恩立即张开双臂 欢快地跑了出来 扑入叶寒旋的怀里 爸爸爸爸 妈妈同意你留下了吗 当然了 一日夫妻百人嘛 你妈妈怎么会舍得爸爸出去呢 是不是 姚孟琪没有见过 比他更无耻的人 眼里激荡着恨意 都快滴出血来了 走小恩 我们去放心里 直接就朝姚孟琪房间走 跟在自己家似的 这是我的房间 那我睡哪儿 他咬咬牙 当然是睡客厅 叶寒旋扭头瞥了一眼 回了句 商发太小了 我睡得不舒服 睡不舒服 就鬼远点 这里不是酒店 你想来就来 我也没有义务自吼你 叶寒旋不理他 转脸对姚旋恩说 看你妈妈多凶啊 以后可别学她的坏皮胶 我饿了 给我做点吃的吧 一开完会 直接赶到这里 光想着早点抓到她 什么都没吃 这会儿才发现 早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 我不要 姚孟琪断然拒绝 想做 你自己去做 在遭到她的要挟 被气得吐血后 还要帮她做饭 做梦还差不多 你确定 你别忘了我手上 还有你最不想要 看到的东西哦 姚孟琪被逼得没办法 愤怒地转身离去 在小恩面前 装出一副瓷腹的样子 背地里 却对她做了那么多 肮脏不堪的事情 她实在是讨厌她了 满怀怒气地做饭 心里一遍遍咒骂着 叶寒轩的名字 身后突然传来 她的声音 我听到你在骂我了 将她吓了一跳 险些将锅给扔了出去 回头恶狠狠地瞪着她 走路没声音 你想吓死人吗 有声音 只是拳发在心里 忙着骂我 没听到 你来这里做什么 滚出我的厨房 来监视你有没有投毒啊 如果杀人不犯法 我一定会这么做 至于那么恨我吗 要打要杀的 说话那么难听 我可不爱听 我也不想你爱听 给我出去 姚孟琪 别再用这张脸对着我 我不喜欢 我没让你喜欢 她也毫不畏惧 不顾一切的反击 想要刺伤她 你卑鄙无耻地强暴我 用视频威胁我还不够 现在连我的情绪也要管 抱歉 我没那么下见 对着自己憎恶的人 我只觉得恶心 笑不出来 你 怎么 想杀人啊 那就杀了我啊 反正和你在一起 没分没秒 生不如死 杀了你 岂不太便宜你了 生不如死 那就对了 我就是要让你有这种感觉 好好地给我记住 这 就是你们姚家曾经 带给我的痛苦 我会一一地还给你 直到你被折磨疯 姚孟琪望着她决绝的背影 眼眶被泪水涨得通红 她就是个魔鬼 禽兽 这辈子 她都不可能原谅她 晚饭时 叶寒暄继续装她的好爸爸 姚孟琪一语不发 冷眼旁观 无力吐槽 她只觉得反胃 连饭都吃不下 只是吃了几口 就没有胃口了 叶寒暄夹星星地 给她夹菜 多吃点 看你瘦的 看了心疼吗 心疼你妹 姚孟琪真想一碗饭 直接往她脸上招呼 但为了小恩 她忍住了 她不想让她看到 他们之间 这么丑陋的一幕 好不容易熬到叶寒暄吃完饭 摇梦琪洗碗 两个父子则在客厅里看电视 不时地传来小恩欢乐的笑声 听得她心酸 不停地告诉自己 只要小恩开心就好 至于她 痛苦与否 真不重要 反正已经活在地狱里了 七层还是八层 又有什么差别 终究摆脱不了她的折磨 大概八点左右 又有人来敲门 还是亨利 来给他们送当地的美食 为了避免麻烦 姚孟琪没有招呼她进来做 收了美食 匆匆想关门 一道高大的身影 覆盖住她的头顶 危险的气息 将她团团包裹 顿时喘不过气来 亨利望着眼前 雕塑一般俊美的男人 有些反应不过来 呃 她是 你好 我是孟琪的丈夫 叶寒轩 语气间带着敌意 一把懒过姚孟琪 宣布自己的所有权 该死的女人 才一个星期 就给她沾花惹草 想死 还是不想活 亨利有些失落 她还以为是单亲妈妈 没想到是有丈夫的 而且还这么出色 她虽然自认不差 但和她一比 差距就不是一点点了 她不用说一句话 就有那种 让她知难而退的气势 这段时间非常谢谢你照顾孟琪 以后 我会照顾他们母子的 不劳您费心了 言下之意 别再骚扰我的女人 说完 直接将她拖进去 当着亨利的面 摔上门 姚孟琪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 直接被她拖进房间 一口狠狠咬下去 叶寒轩吃痛 赶紧放手 姚孟琪你竟敢咬我 谁让你在亨利面前胡说 怎么 着急了 怕她知道你有丈夫 不能继续骗她 勾引她 眼里 怒焰燃烧 唇角的鸡翘 却如寒冰般冷冽 你就淫荡到这种地步吗 饥渴到这种地步吗 身边一刻都不能娶男人吗 哼 淫荡 饥渴 听听她说了什么 在她眼里 她就是这么恬不咫尺的女人 她有什么资格 说这句话 全世界最没资格侮辱她的人 就是她叶寒轩 是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离不开男人 我无论走到哪里 身边都围着很多男人 我很享受被男人包围的感觉 但我再怎么缺男人 也看不上你 你让我恶心 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 我 叶寒轩一个字都不想再听 直接用吻堵住了她的唇 将她挣扎的双臂 禁锢到头顶 怒急攻心 几乎想撕裂她 你给我看我 小恩就在外面 你应该不想被她看到对吧 将房门反锁 越恨她 就越想占有她 急不可耐地 要掠夺她的遗弃 将她掏空 让她只属于自己 别碰我 我恨你 恨我吗 那就继续恨吧 我们之间本来就只应该有恨 没有爱 她恶狠狠地说着这句话 动作却也更加凶猛起来 过了几分钟 一切才恢复平静 一股羞愧感涌上心头 杨梦奇红了眼眶 用力地推开叶寒轩 禽兽 别再碰我 我禽兽 那你就是妓女 她也毫不留情地反击 真该让你看看 刚才你的表情有多么享受 闭嘴 怎么 不想听 可是你身体反应很强烈 你在每个男人身下 爽吗 眼前闪过她 在顾绝身下 同样的画面 叶寒轩气得想杀人 她是她一个人的 她的女人 其他男人敢染指 她绝对让她 死无葬身之地 你扶持 姚梦奇 气得整个人都在打冷 看她这一副 仿佛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让叶寒轩 既生气 又心疼 别碰我 姚梦奇 叫得声嘶力竭 将叶寒轩吓了一跳 皱眉 你这是做什么 我就这么让你讨厌吗 讨厌 已经不足以形容 我对你的恨意 那就恨吧 我对你也是同样的感觉 深夜 酒吧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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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这么对我 赵梦奇 我恨你 我恨你 荷兰 姚梦奇 惊叫着顾绝的名字 从噩梦中惊醒 惊魂未定 气喘吁吁 她梦到一辆车 朝她撞过去 可她怎么都叫不住她 她在刺眼的灯光中 对着自己笑着 好可怕 一想到她 她的心脏就很痛 很愧疚 怎么 梦见她死了 你在这里多久了 凭什么进我的房间 滚出去 既然你这么担心她 要不要回A市去看看 说不定她真的被创死了 你也好见老行人最后一面 给她送个钟啊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该死的人是你 她一把掐住她的下巴 气恼地瞪着她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次 我说 你该死 她就这么恨她 巴不得她早点死掉吗 一寒暄发现 因为她这句话 自己竟然感到相当不悦 非常恼火 但她不想对她发怒 表现得多在乎她 怒极反笑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恐怕你要失望了 残忍的人通常 别好人命长 你越想我死 我会活得越好 并且和你纠缠到底 这辈子你都别想摆脱我 你真卑鄙无耻 什么 你才知道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你别再奢望 能和顾绝有任何瓜葛 你在我身下战利身淫的时候 就已经脏了 可不可能会要你这种肮脏的女人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真正脏的人是你 我的身体被你践踏了 但我的心里只有顾绝一个 你休想得到我的心 谁说要你的心了 你真以为我稀罕 自以为是 我不过是暂时迷恋你的身体 在我眼里 你和一件解语工具 没什么两样 少把自己当亏事吧 不过身为男人 你叫嚣着心里有另外一个男人 还是很让我不爽的 你说 我该怎么惩罚你呢 他做事要齐身压下去 姚孟齐吓得往后缩 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 滚开 他轻松 接住他砸过来的枕头 扔到一边 笑容阴冷 如恶狼 我要做什么 你不是很清楚吗 毕竟 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你该习惯了 不要 别碰我 姚孟齐慌张地想逃下床 可脚还没有着地 就被叶寒暄拽回来 禁锢在自己身下 他的拳打脚踢 对他而言毫无意义 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 住手 你快放开我 变态 疯子 你快放开我 我说姚孟齐 欲去还迎 欲擒故纵这种把戏 你还没玩够吗 你无耻 你这张嘴太喜欢骂人了 得罚 姚孟齐好痛 嘴角抽搐 却死都不肯向他求饶 别 不要这样 你变态啊 他俯身到他耳边 舔食着他的耳垂 呼吸滚烫灼热 我是个变态 可你不就爱死我这个变态吗 别再装真烈了 好好地享受 我会让你深刻地体会 身为女人的快乐 别再这样 求你 我求你 现在求饶 太迟了 你要为你的嚣张付出代价 叶寒萱刚做好准备 门外忽然传来姚俊恩的声音 爸爸妈妈 你们在里面干什么 小恩要上学了 杨孟齐趁势逃离 她一吃痛 该死的女人 看来刚才的惩罚 还没让你学乖呀 想要我学乖 神圣 神圣吧你 我警告你 别再碰我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是吗 我都要看看 你怎么对我不客气的 夺门而出 脸上的冰封 再见到姚俊恩的瞬间 融化了 又恢复了慈父的温柔 小恩 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走 爸爸送你上学去 爸爸 你和妈妈在里面干什么 这么久 在爱爱吗 姚俊恩问得很认真 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 一下看看叶寒萱 一下看看姚孟齐 很执着地等待着答案 姚孟齐的脸 刷得红到了耳朵根 尴尬地 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小恩 你胡说什么 岳叔叔说 两个相爱的人 关在房间里 一定是在爱爱 什么跟什么呀 姚孟齐突然 有点想诅咒顾绝的冲动 听到那个名字 叶寒萱脸色 有点难看 但没有表现出来 反倒是笑着 揉一揉小恩的脑袋 小恩说得没错 爸爸妈妈刚刚就是在爱爱哦 所以 以后爸爸关上门 小恩就乖乖在外面 不要打扰爸爸妈妈知道吗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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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